- Ensure 跟 Assure 這兩個字是很常見的英文字 我也講過了以前 只是我覺得有時候就是服務一下新觀眾 我們把這兩個字再拿來說一下下 大家好 我是Paul 最後到週五 英文一起讀 來 我們就直接看一下這個可愛的一個小故事 Whenever a hair drops from my head in public I make sure to pick it up to ensure nobody steps on it and carries it with them to a crime scene 後面這念的有點卡 Anyway 再一次 每當有一個頭髮 Whenever a hair 奇怪 我們台灣國中老師教hair是不可數 沒有 a hair 這一回事 有啦 hair 你如果講著你一頭的頭髮 my hair 就是我這一枕頭 那不會加複數 但是如果你講一根頭髮 是絕對是可以講 a hair okay so whenever a hair drops from my head in public 所以每當有一根頭髮 從在公共場合從他頭上掉下來的時候 在掉頭髮的時候 I make sure 我就確保著 幹嘛呢 會把他撿起來 to pick it up 所以他會把他撿起來 來幹嘛呢 來確保沒有人會踩到他 然後就把他帶走 帶去哪裡呢 帶去一個犯罪現場丟在那邊 所以警察可能喔 這裡有根頭髮 插一插DNA 那是這位小姐的 這個人我覺得也太被害妄想症的一點點 我覺得蠻誇張的 笨蛋 anyway 他爽就好 所以大家看懂了 to ensure nobody steps on it and carries it with them to a crime scene carries it 後面剛那個it一直唸的卡卡 所以把他帶走 carries it with them so they will carry it with them 這樣子 好anyway 那看一下 ensure跟assure的分別 那你剛看到這個 ensure 後面接的是 nobody steps on it 所以這裡其實就很簡單 insure一般來說 後面加的是事情 OK 我們這裡就 來我來做一件事情 copy一下下 yes 好 所以先把insure做點筆記 就是後面呢 他會加的是事情 我就寫壽詞好了 OK 或者是我們可以加紙句 OK 加一個cloth 加紙句 而assure相對來說 他後面就多半加的是人 OK 加人 馬上舉一些例子 什麼叫加壽詞 例如說 你的狗不見 走失了 那我就在那邊 一邊安慰哭泣中的你 那一邊要跟你說 你放心 我一定把你的狗找回來 我用insure可以翻譯這個句子 我也可以用assure來翻譯這個句子 所以拍著你的背跟你說 別擔心 我一定確保你的狗會回來 so don't worry stop crying I will ensure 後面接什麼 you嗎 不可以接you 因為你加you的話變成用 是assure的用法 對不對 so I will ensure the safe return of your dog 就OK了 the safe return 安全的回歸 return是名詞 save是形容詞 所以insure加的是受詞 也就是安全的回歸的這個名詞 I will ensure the safe return of your dog 可以 同樣我也可以用紙句 I will ensure I will make sure 我還是可以用make sure I will ensure that your dog will return safe and sound 這樣也可以 我用that字句接下去 OK 好 那assure加人 最後就是說 let me assure you that your dog will be found 這樣也可以 I will assure you 這樣子 OK assure加人 insure加受詞 或者加紙句 紙句其實你把它理解為名詞 紙句 那也就是跟名詞 是同樣的東西了 對不對 好 所以從這裡 繼續發展下去的話 我們就可以 像assure這個字 就常常用成被動的用法 OK 被動的用法 因為像我剛剛說 I will assure you 我確保你 確保你什麼事呢 後面這件事 就是找回你的狗 I will assure you that I will find your dog 我當然後面 還是又加一個紙句了 不過他直接受詞 還是you I will assure you 對不對 所以如果把這個句子 變成被動的 那他就變成了 You are assured 你被確保了 確保什麼事呢 我會找回你的狗 這樣子 OK 我把剛剛這兩個句子 都稍微打出來一下 I will ensure the save return of your dog 你看 insure加的是這個 名詞 return是名詞 save是形容詞 Right I will ensure that your dog 好 那就不打出來了 所以加 寿詞 加名詞指句 當寿詞也可以 這樣子 或者是 I will assure you that 再接下去 所以寿詞是 you這一個寿詞 有人就是了 所以 我 所以像我剛剛說的 you are assured 所以也就是說 你看這個就可以 把它換成被動的 I assure you you are assured 可是我跟你講 沒有人這樣子說啦 沒有人會說 you are assured 什麼什麼 但相對的 我們會用這一個 rest assured 你呢 就可以放輕鬆 讓我來找狗 so you can rest 你可以放鬆 那你放鬆的狀態 就是被我確保了 我會找狗回來 so you can rest 你可以放鬆 放鬆的狀態 是被確保了的 所以這個assured 會是被動的 you can rest assured that I will find your dog 這樣子也可以 所以這個rest assured 的這個被動的用法 是很常 在生活中聽得到的 OK 很常在生活中聽得到的 好 所以這邊呢 你看就沒問題 你可能會想說 他的insure接著是nobody 不是這樣看嘛 他的nobody 加了steps on it 所以這個nobody 是主詞 step是動詞 也就是說 他這裡其實省掉了 that的這一個連接詞 所以後面接的 其實是名詞之句 只是that省掉而已 OK 所以今天這個講的 還算比較細一點點 你看 好 所以我們今天就講 這麼一個 我覺得也就夠了 非常的重點 insure跟assure的分別 希望你喜歡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